然後再來一次 這個動作可以重複了大概三分鐘左右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物理治療師Nick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聊聊所謂的頭痛的問題 現在人生活在龐大的壓力下 時不時就會感受到疼痛 幾乎是文明病了 可能的原因是因為工作壓力大 或是生活步調太緊湊 尤其是學生長期低頭看書 以及上班族必須整天盯著電腦螢幕 再加上長時間的不良知識 例如躺著滑手機或躺著看電視 就很容易出現頭痛、眼痠、眼臟的問題 很多人會很擔心說 是不是我腦袋裡面長了什麼問題 或是怎麼感覺眼睛壓力一直很大 但是去做了檢查 卻全部都是正常的 那其實呢 多數的頭痛 都是所謂的頸陰性頭痛 顧名思義就是頸部周邊肌肉 引起的一個頭痛的一個現象 那最簡單的一個判別方式呢 就是你可以觀察你在頭痛的時候 是不是也伴隨著肩頸覺得頸頸不舒服的一個感覺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十之八九 基本上都是頸部引起的疼痛啦 這是因為你頸部的肌肉 在你長期的低頭滑手機 以及看電腦的過程中呢 都需要一直用力的去維持你的頭的重量 所以長期下來呢 你頸部的肌肉就會變得非常的緊繃 當這些肌肉緊繃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就會開始出現發炎的狀況 那這個發炎呢 又會引發出所謂的 輻射痛 那每一條肌肉的輻射痛又不太一樣 有些肌肉的輻射痛會出現在眼睛 那你就會覺得眼睛好像酸酸脹脹的 那有些肌肉的輻射痛會出現到我們的後腦梢 你就會感覺好像後腦梢 好像卡到什麼東西一樣 就整個後腦整個頭皮都麻起來 這個就是所謂的緊陰性頭痛的一個症狀 不用擔心啊 今天師傅就要來教大家如何解決這個煞 不是 是今天要來跟各位講 要如何解決這個頭痛的問題 第一種 稱為鬼遮眼型的 就是你會覺得你兩隻眼睛就這樣酸酸脹脹的 這其實是我們脖子前方的胸鎖乳突擊 所引發的一種輻射痛 那好發在使用雙螢幕辦公的上班族 有些人會把螢幕一個放前面 一個放在左邊或右邊嘛 那這個時候你的頭就會一直轉向 某一邊的頻率會提高 那這個時候你的胸鎖乳突擊呢 就會有某一邊會特別的緊繃 假設今天我把我的螢幕放在右邊 那我的頭就會一直往右邊看嘛 那這個時候我左邊的胸鎖乳突擊呢 就會變得比較緊繃一點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會引發我左邊眼睛 會有那種脹脹的一個感覺 那這個其實也還蠻好解決的 放鬆的方式也很簡單 胸鎖乳突擊從我們的耳朵後面的這個地方 一路長到我們鎖骨 我們這個稱為胸鎖關節的一個位置 所以這麼長一條 我通常呢會建議大家可以捏在 這個中段的位置去做一個揉壓 那你可以慢慢的去找有沒有哪一個點 按了之後會有出現眼睛痠痠的感覺 那就是你抓對點了 通常那個點呢就是引發你眼睛會有 輻射痛的一個主要的位置啊 所以我們就是壓在那個點上 慢慢的去撥動你這一條肌肉 那不要壓太大力 這一條壓太大力可能會讓你 反而把自己弄到受傷了 這條肌肉呢就是這樣慢慢的去撥動它 捏著之後往外面這樣拉開 稍微放鬆 然後再一次 這個動作呢可以重複了大概三分鐘左右 那要記得如果過程中你會覺得頭暈啊 會覺得眼冒驚心的話 那代表你可能壓到裡面的一些血管 你是要壓的比較輕一點 那最好的感覺就是你會覺得眼睛髒髒的 這樣就OK了不用壓到非常非常的大力 第二種呢我們稱為頭殼卡到陰形的 你會覺得你整個後腦勺好像酸酸麻麻的 好像上面負責了什麼東西一樣 這個時候我們會放鬆兩條肌肉 那第一條呢是我們的上斜方肌 上斜方肌就從我們的肩膀一路長到我們的脖子後方啦 這一整片都是所謂的上斜方肌 那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手指去慢慢的去觸摸 有沒有哪一個點按了之後 一樣會造成你後腦勺會有髒髒的感覺的 那如果找到了就壓著不要動 通常肌肉的放鬆都是壓著不要動的效果會是最好的 如果你只是這樣上下搓 反而會有這種發炎的風險啦 所以我都會建議說各位就是壓著不要動 然後慢慢的大概撐個20秒到30秒之後 我們再找其他的地方 好一樣這邊很酸那我們就去繼續壓著不要動 去做一個放鬆 這是所謂上斜方肌的放鬆的一個方式 那第二條呢就是所謂的整骨下肌群 整骨下肌群呢長在我們後腦勺跟頸椎的交界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很容易緊繃 常常是因為你會一直用電腦 那你用電腦之後都會出現一個 脖子往前的這個動作啊 這個時候你脖子後方的肌肉全部縮在一起 就會變得非常的緊繃 那放鬆的方式呢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把我們的脖子稍微往後仰一點點 用你的大拇指去按在整骨下肌群的這個位置 一樣呢就是按著之後就不要動了 去稍微的左右揉壓看看有沒有哪一條肌肉 按了之後後腦少會覺得特別的酸麻的感覺 那動作也不要太大 因為這邊肌肉都非常小 而且臨近很多血管跟神經 所以按太用力的話很容易造成你頭會更不舒服 那過程中就是輕輕的放鬆就可以了 那以上兩種呢算是比較常見的頭痛模式 各位頭痛的可憐兒可以先自己在家裡試試看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歡迎在下方留言 喜歡我的影片也別忘了幫我按讚訂閱 以及分享給其他的親朋好友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掰 不要忘了 快悔 慢經 就級便 沒了